女儿十岁还在尿床 医生检查完眉头一挤 催促母亲赶紧带着孩子做手术 可谁知妈妈的一句话 却差点毁了女儿的一生 听到母亲不把孩子的病情放在心上 医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这天十岁的鸭鸭因为摔倒来到医院看病 可经过王医生的检查之后 他发现孩子除了脊柱有裂痕之外 还在孩子的屁股上发现了一个小眼 而一旁的妈妈说孩子还经常尿床 从脱尿不时开始就没好过 种种迹象表明 孩子可能患上了脊髓栓综合症 听见孩子的神经有问题 妈妈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谁也无法将尿床和神经联系在一起 医生明确指出膀胱没有问题 还会尿床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神经有问题 建议家长去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等结果出来之后再来找自己 学龄前的儿童尿床 那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如果是上学的孩子还尿床 那可能要考虑看医生 有些呢觉得尿床呢太正常了 大一点它自然会好的嘛 那其实事情不一定是以你以为的那样子 可谁知 妈妈这一去却是杳无音讯 再次见到鸦鸦妈妈时 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 听到妈妈横跨4400公里去北京拍片 王医生也对此感到无奈 看样子鸦鸦妈妈一开始都不相信自己 王医生看完检查结果之后 发现孩子的脊髓出现了牵拉 建议孩子去做一个切断中丝牵拉手术 可妈妈一听到做手术 又开始频繁找各种理由试图说服医生 认为孩子只是简单的尿床 怎么还牵扯到手术呢 王医生只好再一次耐心讲解 再这样等下去 鸦鸦的病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看着母亲并没有放在心上 王医生也对此表示无奈 可谁知三周之后 妈妈带着鸦鸦又来看诊了 王医生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她还是建议孩子去做切断中丝牵拉手术 可熟悉的一幕又来了 妈妈认为尿床只是个小事情 毕竟自己当初也尿床 不过长大之后就好了 医生明显有点生气 他想不通家长明明发现了孩子有问题 可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 既然不相信 又为何频繁来医院看病 这不就是盲人问路多此一举吗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泌尿性的超声和尿动力 这方面呢如果也出问题 那就一定是脊髓栓系 这样你要再不相信 你去找其他的转家好不好 一周之后 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又又又出现了 这已经是鸦鸦母亲第四次来到医院了 王医生通过此共振超声判断 尿动力综合来看 明确指出孩子还是脊髓栓系综合症 妈妈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再耽搁孩子的病情 自己恐怕要后悔一生了 最后妈妈也说出了 自己为什么反对做手术 因为自己的大女儿是个特殊孩子 大小便不能自理 妈妈不愿意让小女儿去承受着手术的风险 所以她才会试图从医生嘴里找出一点安全感 对此王医生也表示理解 并明确表示 自己经手的手术没有出现过任何大问题 听到王医生充满信心的语气 妈妈终于放下心来了 等待着医院安排手术